1908年11月14日,年仅38岁的光绪帝病逝,20小时后,玄秦朝也半个世纪的慈禧也嫁和西去。 光绪死了,大清没什么影响,而慈禧死后,大清就要变天了,最先开始的地方就是后宫。 龙玉太后在小德仗的帮助下率先将权力握在手中,取得了与她的姑姑慈禧同样的垂帘地位。 此时,权后宫最难过的人莫过于李莲英,他伺候慈禧44年之久,在慈禧的庇护下那是何等的风光。 26岁成为楚秀公长案首领大太监,31岁升四品花林总管,46岁打破太监品级以四品为宪的皇家组织,荣升郑二品总管太监,这些风光是明面上的。 在岸面,他的成就更大,绞杀维兴派有他的功劳,成功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或公开或秘密的卖官欲绝,大肆收受贿赂。 据史料记载,李莲英的家产数目惊人,惊到什么程度呢? 据青史记载,李莲英名下有诸多房产和田地,其中有一处房产位于北京城中,占地面积约为2000平,是个91开间的四合院。 他有四个妓子,在他死前就把财产分发给了他们,240万两白银平均分配。 他还有两个妓女,也大约分了30多万。 此外还有他的侄子,也有一笔数目不菲的遗产。 除此之外,他在皇宫里还有300万两白银,以及数不清的名贵珠宝。 不过这笔钱财他没有带走,铺成了他的后路,何谓后路? 慈禧死了,后宫变天了。 太监晓得张上位,在慈禧死的当天,他就被解除了大宗馆的职务,取而代之的当然是晓得张。 李连英很快意识到,到了他要为自己的人生结局做选择了,眼前有两条路可走,一条就是留下继续当老太监,当然要忍受来自晓得张的处处刁难。 另一条就是出宫,安度自己的晚年,毕竟此时的他才60岁,寿数还长着呢,一朝天子一朝臣,太监也是一样。 如何全身而退,这是李连英考虑的重中之重。 李连英资产丰厚,但为了得到这些钱财,在朝中早已树敌无数。 江宁制造,要为宫礼采办服装,每次采衣料前要从宫中太监手中获取花样。 李连英从中每次都要索要120两。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逃到山西,所有费用都有当地承担。 因此,很多太监都称赐勒索钱财,一般太监几粮几十粮也就打发了。 但像李连英这样的大太监,没有一百两银子是不行的。 除了搜刮之外,他还为自己专门设立了一个收受贿赂的办事处。 这个办事处表面看似道观,其实里面的道士都是为李连英办事的。 这种通过建立机构的方式来收敛大财。 李连英可以说是古今中外第一人,据说袁世凯为了升官,一次性就给了李连英二十万两白银。 除了卖官得财,他还有很多商好。 可以说,李连英赚得盆满钵满,庚子以前,前后共计所得以数百万。 庚子以后,八年之中富士搜刮,所得不下二百万。 也由于他的种种步伐行径,朝中上下对他恨之入骨。 在慈禧死后,摄政王仔锋就想杀了李连英。 但是,李连英还是有两下子,他在用钱财为自己铺好了后路。 他将慈禧太后赏赐的所有财物都转送给了龙玉太后,同时按亲书远近关系。 还有一部分给了下属和亲信。 经过这一番操作之后,龙玉太后至少能保证他可以安全地离开,也算是为自己的人头上了保险。 慈禧办完葬礼后,李连英向龙玉太后请辞,说自己想为慈禧太后在宫外守丧三年。 龙玉太后恩准后,李连英带风退休,每月还有六十两退休工资。 那么,李连英出宫后去了哪里呢? 李连英在北京的房产很多,其中最有代表性居所如下,黄化门街十九号远。 这处宅院内有一百多间房子,在明清两朝的时候,这里曾经是皇城禁地,是皇宫后勤的所在地。 那么,李连英是如何获取的呢? 据说在西安避难返京后,李连英向慈禧太后哭穷,于是慈禧就赏了他这处宅院。 除了尚书这一处,还有说李连英在海淀镇的故居总共有三处。 一处位于海淀镇北军机处胡同的最北边,一处是海淀西大街的对方区八号, 还有一处就是目前保存最好的彩和方二十四号院。 彩和方二十四号院是李连英不惜重金,专门为慈禧修建的, 仅作为慈禧去往颐和园中途的小器之地。 此外还有如颐和园内的永寿斋,内务部街胡同四十四号院等,但没有史料印证。 据有关资料称,说李连英出宫后,名义上的家在皇画门街的十九号院, 而实际上他秘密居住在护国寺旁棉花胡同的一处宅院内终日闭门邪客。 但诡异的是,在出宫三年后他就死了,对于他的死因也是扑朔迷离, 有说他死于利己,有说他死于非命,直到一九六六年,真相终于揭开。 一九六六年,李连英的墓地被挖开,考古人员在墓葬内发现了大量价值连城的陪葬品。 汉朝的清玉土晋剑,满黄金玉镯,宋代的清玉和晋环,这三件堪称无价之宝。 但这些宝物并不令人意外,意外的是,考古人员发现, 官国里只有一颗腐烂的骷髅头,却不见身体的其他部分, 也就是说,李连英死后是身受益处,由此推断,李连英死于非命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于是,很多考古学家开始重新审视李连英的死因。 那么,究竟是谁杀了李连英呢? 概括起来,大致有四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说李连英被革命党人杀害, 理由是在光局与慈禧的争权斗争中, 他站在了慈禧一边,鼎立支持他对革命党人进行打击, 因此革命党人对他痛恨至极,于是就暗杀了他。 第二种说法,说李连英被江朝宗杀害, 理由是他与袁世凯之间有芥蒂, 而江朝宗作为袁世凯的亲信, 接受了袁的指令,在请李连英吃饭的时候将其杀害。 对于这一说法,很多人不赞同, 因为李连英死时将朝宗在陕西汉中镇总兵人选上, 到1912年才回京, 怎么可能于千里之外害了李连英呢? 第三种说法,说凶手是晓德章, 晓德章作为李连英的后人, 他与李连英有财产之争, 北市的晓德章因争夺财产而将他杀害。 第四种说法,说李连英在去山东讨债的路上被汉匪所杀, 这种说法很离谱,李连英财产无数, 有必要去讨债吗? 于是,又有人说, 他去山东不是讨债,而是去探亲, 探望他的侄孙女, 这位侄孙女远嫁到了山东无地县, 结果在途中遇到汉匪被杀, 他的两个随从吓得魂匪魄散, 匆匆割下他的头颅就跑回了北京, 所以,也就出现了墓葬中只有头颅, 但这种说法听起来无论如何不怎么靠谱, 对于以上说法, 笔者比较倾向于第三种说法, 就是被晓德章所害, 因为晓德章当太监就是为了追求荣华富贵, 而且此人比较圆滑, 他在慈禧和光绪之间来回奔走, 获得了双重信任。 在慈禧死后, 在宫内外的复杂形势下, 他选择了龙与皇后, 帮助龙玉与三位贵妃争权, 并率先拿到了太后宝印, 为龙玉上位立下汉马功劳。 晓德章对李莲英并不陌生, 对于他的财富给予已久, 自己当上大宗馆之后, 本来有机会找李莲英的茬, 但由于龙玉收了李莲英的好处, 对李处处加以保护, 但晓德章在宫里是没机会了, 但在宫外机会还是有的。 个人认为, 李莲英之死与晓德章关系比较大, 总而言之, 失去靠山的李莲英, 即便选择离开是非之地, 还是无法保全自己, 最后伸手一触, 这也是另一种清算了。